水果行内一名戴着安全帽的女子走进来 东看西看挑了一颗榴莲 拉开身上的鞋背包 把这颗金枕头藏在肚肚跟鞋背包中间 夹着不懂声色 和其他客人擦身而过 也要很镇定 守护着身上这颗大榴莲 眼盯着店员 正忙着帮其他客人结账 下一秒转身快步走出水果行 受害店家就在台中风源这一处路口 老板发现榴莲被偷 调出监视器查看 惊讶女子把榴莲夹在肚子上 还po文问这么刺难道不痛吗 强调目前没有报警 先定调为这女子买水果忘了结账 希望po文后她主动回来付钱 别因为想吃榴莲这一味 最后却吃上窃盗这一罪 TVBS新闻李承宥红财伦台中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台中采设施術宽的